無論你是要護領全身智能身份證 或是要申請護照外遊 最擔心就是要到入境事務處排隊登記 而最近入境處除了增設多個服務站外 亦更新手機應用程式 市民可以隨時隨地用這個Apps 去申請領取護照手續 省省不少時間 打開Apps之後按常用服務 然後選擇申請香港特區旅遊證件 跟著指示填妥表格 再上載合資格的證件照片 可以用信用卡等電子支付形式繳費 選擇領取護照地點 在一個工作天後知道申請的結果 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的證件照片P圖太多 這個Apps不會通過這張照片 而這個Apps也有很多其他預約功能 例如是身領身份證 又或者是查看你在證件中心的醜號 而這個綠路邊境管制站的功能 還可以讓用戶在這裡查看 每一個大陸邊境口岸的人流 每逢過時過節或者撞政連假 長假期出發之前 就可以用這個Apps去看看人流的情況 選擇合適的口岸出境 下次見 請問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